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各类防疫用品民众是大抢购 为了维护师生的健康 大理地性国小跟家长会是准备了次氯酸水来消毒环境 同时这家长会长还自掏腰包 买了1500个不透光的随身喷瓶 分送给全校的师生 让小朋友随时都能装次氯酸水来使用 抵抗病毒侵害 志工们将稀释过的次氯酸水加以分装 这不透光的随身喷瓶 是学校的家长会长自掏腰包 购买送给全校师生 让大家可以随时用它来消毒 就喷苏包全包和一些要把它消毒 以免必须跑到上面去 能不能敢在开学之前 把这个次氯酸水 然后送给全校的师生 那无奈就是都找不到这个喷瓶 那很感谢我们那个江河树里长 他动用他所有的关系 帮我们找到这样的喷瓶 那才会有让今天的活动能顺利 校方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紧张 各类防疫用品民众大抢购 虽然准备了次氯酸水来消毒环境 不过因为他不耐久放 加上得存放在不透光的瓶子当中 一度让学校伤脑筋 好在这一次有热心的教育人士 以及家长会的帮忙 才得以买到这方便携带的喷瓶 守护师生健康 就打开就可以喷了 这是消毒桌面书包 以及等用品消毒用的 我们也特别在儿童招会的时候 也告诉小朋友说 这个次氯酸水主要是用在 这个桌面上 椅子上书包 或者一些文具用品的消毒 那不要对不要喷在身体上 相信说在我们会长 还有我们理事长 还有社区人士的支持下 以及全校师生的合作下 我们一定能够让这个校园很干净 让小朋友能够安心的就学 学校提醒小朋友 虽然次氯酸水刺激性比较低 但还是不能对着人的眼睛跟脸来喷洒 也尽量减少接触皮肤 才不会造成伤害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